路不平,眾人才 根據審計部最新報告指出 近年來政府編列了多項特別預算 自2022年底 最愛物未償還餘額高達5兆6997億元 其中高雄市府遠景申請3000萬改建前鎮渝港 最後政府近給到了81億元 暴增了有270倍 日雲近日想打臉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炮轟北市拿到上百億元的補助款 但事實上台北市獲得184億元 占比3.4%是六都最後 而高雄就拿了1265億 是將近台北市的七倍 還是總預算的四分之一 難道高雄自己都不覺得拿的比別人還多嗎 我們國家一年的公共預算也才2.7兆左右 也就是說這個特別預算 已經超過了一年的公共預算 林志堅持人拿了500億 說蓋捷運要300億 大車站100億 球場12億 請問8400億扣一扣還剩下多少 所以其他人分一點點就好的意思嗎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 如果現在高雄還是韓國瑜持人的話 補助有可能從3000萬變成81億嗎 我相信不要從3000萬變成300萬 就要偷笑了對吧 台灣人可以醒醒嗎